乾唇 死皮 唇紋 唇炎 还是你的嘴唇正在消失中 一般护唇膏没有办法解决的唇部困扰 一定得用深度修护的唇霜来解决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收集了市面上 9款好评的修护唇霜 像有一些是深度的修护唇霜 有一些是唇膜 甚至是好用的眼唇霜 只要晚上后敷一层 就可以抵白贴你擦护唇膏好几次的效果哦 如果你常常擦护唇膏啊 可是嘴巴还是非常非常的干 容易脱皮啊脱屑 到底是为什么呢 可能你就要看一看 是不是你常常做了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 破坏你的唇部 像是啊 常常的抿嘴唇 就是像你的嘴巴如果觉得很干 常常就是用口水去抿嘴唇 让嘴唇上面一直有口水在上面 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当你的嘴唇上面有很多的口水 外面的空气就会不断的把你嘴唇上的口水 一直抓走一直抓走 反而越甜就是越干哦 还有网路上啊流传的说 有一些口水里面啊 含有一些角质溶解酵素 或者是消化酵素 这些酵素啊 可能会让你的角质层受损的更严重 那这个其实是有点谣传啦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你常常不经意的撕嘴皮的动作 这样子真的不太好耶 因为我们的嘴唇其实角质层大概只有三到五层 比起皮肤大概有十几层来说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如果你真的随便乱撕的话 就一下就流血了 会越撕越严重 那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后敷一层护唇膏 或者是修护唇霜 让那个油脂慢慢慢慢的把角质带现 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彩妆是最常遇到我们的客户啊 或者是模特儿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嘴巴脱皮 那常常问他们他们都会说 哎我有上护唇膏 但是护唇膏其实只是一般的油脂 甚至一点点保湿度 增加嘴巴的润泽度而已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修护唇霜 质地都是比较固态 然后它会比较就是你摸起来会比较厚一点点 但是不用担心 其实你在晚上修护的时候用 或者是妆前的时候用 用量一定是要够多的 它会包覆你整个唇部的每一寸肌肤 所以包覆上去的时候 你的嘴巴就会达到一个 很像敷了一层保鲜膜 或是有点真空的状态 这时候你的嘴巴呢 就会快速地达到修护的效果 那上完了以后啊 其实修护唇膏 刚刚说过它的质地是很爽的嘛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要再化唇妆的时候 我们只要用卫生纸 稍微把它压掉一层 它其实还有一层保湿的效果在上面 因为它的那个厚度是很够的 所以即使等一下你要再上唇部的产品 它也会很好的上色 就像ZOE老师刚刚讲的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 很好具有修护功能的润唇霜 来帮我们做好唇部的保养 那我自己啊 其实第一个啊 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海洋Lana的修护唇霜 除了用一些油膏来封住你的表层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些修护的成分 可以深入你的唇部的里面 去帮你做一个修护的功能 那它也加了一个就是明星的海洋浓缩的 萃取精华成分 可以帮你的唇部做好很好很好的修护 那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油膏啊 没有那种很油腻厚重的感觉 擦在嘴唇上面啊 还有一种过河的清凉感 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啊 就是这个Suku的修护唇霜 那其实它跟一般的修护唇膏也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用一些比较油腻的蜡质成分 它是用一些富方的基底油 因为油的分子比较小嘛 所以它可以深入我们的就是一些唇纹里面 达到更好的修复的效果 另外啊 它还加了一些柚子精华 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可以轻轻地按摩我们的唇肌 像按摩一下 它就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唇部的血液循环 像看起来你的嘴巴会比较有血色有气色 像对于那些就是一些好像天生 唇肌比较没有血色的人 其实按一下就是有一点点微红的效果也蛮好的 另外啊 就是这个Bad Terry的修护唇霜 那我也很喜欢它这种很有质感的玫瑰香味 因为它也不是用一般的蜡 它是用千叶玫瑰跟大马式玫瑰的精油 来做成一个固体的蜡 所以味道非常的有玫瑰味 然后因为这个蜡也非常非常的温和 所以如果啊一般有那种已经脱皮啊 或者甚至流血的那种唇部 如果你加这个修护唇膜覆盖在上面 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 而且也会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除了嘴唇干燥啊就是脱皮 另外啊就是很多人也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唇炎 那什么是唇炎呢 可能就是有人会常会有口角炎 就是在嘴巴这两边或者是单侧 会有一点点裂缝 然后呢讲话啊可能会流血会刺透 这是口角炎 第二个呢就是一般有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是嘴唇比较干燥的人 他会在上面形成一圈红红的线条 那个也是唇炎 这两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第一个可能是细菌感染 第二个可能是刺激 像是如果你讲话讲太久啊 口水囤积在这边太久 造成的一些过敏刺激 或者啊是你常常用嘴巴呼吸 而引起的嘴唇干燥 引起的唇炎 第三个啊是过敏 可能你用到了一些不好的牙膏成分 或者是有一些色素香料的口红 或者是成分不好的护唇膏 都会引起唇炎的发生 如何避免唇部发炎呢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平常的保养上面 把这些修护唇霜每晚来厚敷 晚上睡觉厚厚敷的一层 其实隔天起来啊 皮肤就会好到不行 平常在帮模特儿或艺人在上妆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嘴唇 马上就有那种脱皮的现象啊 我都会用这个 就是La Perry的这一个 去帮他做一个后敷 然后敷上去之后呢 他的脱皮会马上就是有一个软化的现象 然后再过一下子 我们就会用化妆棉或是棉花棒 轻轻地再把脱皮直接推掉 因为像这种油脂膏含量的产品啊 他可以很容易的帮我们把嘴唇的脱皮立即的做软化 当软化的时候呢 你在推脱皮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 拉开啊 或是流血的状态产生 平常晚上睡觉之前啊 像我自己在做唇部保养的时候 我很喜欢用这一款 就是他有号称是嘴巴的小中瓶的别称喔 因为这个很厉害 它里面就是充满了玻尿酸 所以平常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很容易会一些吹冷气啊 或者是用除湿机 嘴唇的那个脱皮会变得很干燥 很明显 如果你用这个后敷上去之后 你到隔天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你的嘴唇的水嫩度 一样是非常柔软的感觉 贾斯丁老师刚刚推荐的两个修护唇霜啊 其实都含有大量的玻尿酸 非常适合当做唇膜来后敷 那我现在也要再加码 再推荐一个 就是oneoneoneskin的一个修护唇霜 之前贝克汉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 也在他的IG上面大力的推荐 它其实是鸳鸯的造型 就是有两款 第一个先用白色的这个唇膜 擦在嘴巴上面 其实就有点保湿的风润感 另外啊再赶快再用这个粉红色 它也含有大量的玻尿酸 可以帮你加强保湿跟抗老的效果 这个也是网路上面大家非常喜欢的 那最近啊它其实有升级了 就是它推出了管状的设计 一样是两头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粉红色 它其实可以随身让你随时 就敷着唇膜一样 保持嘴唇的嘟嘟感 还有雪花秀啊 这个修护唇膜 其实也是最新的一个唇膜 它其实就是一个后敷在嘴唇上面 非常好的产品 那我自己蛮喜欢它的地方是 它是一种草本的味道 就是一个很舒压的感觉 里面还有甘草的萃取成分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修护唇肌的一个成分 那它附了一个刷子 其实是两面的刷子 一个是可以沾取这些唇膜 另外一个是刷子的 可以让唇膏很均匀的附着在你的唇部上面 是非常好的一个修护产品 听说年纪越大嘴唇就会越小越薄 这是真的吗 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龄 然后它可能它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相对呢就是在我们的眼周跟唇周 那其实在唇周其实也会有很明显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胶原蛋白一旦流失之后呢 它不再增生的时候 我们的唇部其实开始就会慢慢变薄 甚至就会变比较干 然后甚至就是唇周的部分 它可能就会有那种暗沉的问题 所以我平常在日常的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会用这个眼唇霜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那个霜 但眼周的部分其实我们就要很轻很轻的力道 就是你可以点压上去之后呢 然后做一个来回的动作 然后你可以甚至拉到太阳穴做一下按摩 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用那种弹钢琴的方式 然后让你的保养品吸收 在唇部的部分呢在唇周 像我刚刚提到可能会变薄或是太干 或者是甚至可能就会有暗沉的问题 所以我呢我一样会在这个霜的部分呢 我就会用点压的方式 然后再从我的下唇的地方 然后做提拉点穴 然后再往上提拉到人中 这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提拉的动作 做三回 然后你可以做三到四次 其实这样的效果 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唇周的这些暗沉 然后会让我们的唇周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在增生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它的封唇效果也会变得比较好 如何避免我们的嘴唇正在缓慢的消失中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保养品啊 多加一点点眼唇修护的一个动作 像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们的眼角的那个皮肤比较薄嘛 一天到晚砸很多的次数 然后会产生细纹啊什么的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 其实我们眼睛在砸的时候 嘴巴也一直不断的在讲话啊 这边的肌肉也是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在使用眼霜的时候啊 再多一点点拉下来 擦一下唇部周围的皮肤 其实也是做好一个很好的唇部保养 避免你的嘴唇慢慢慢慢的缩小跟消失 资深糖这个时空琉璃系列啊 其实是我自己超喜欢的一个系列 因为我喜欢它的气味 跟它那种很润泽 可是不黏腻 不会造成肌肤上很大负担的那种质感 那这个时空琉璃的眼唇霜 其实也是我用蛮久的产品 以前啊我真的就是只会用在 擦在眼周耶 那最近啊我也是开始很担心 我的嘴唇正在消失当中 所以我会开始用来擦在嘴边这些讲话啊 容易有折痕的地方 擦完之后其实就觉得 嘴唇的那种肌肤还蛮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空琉璃的眼唇霜 蛮好用的 第二个啊其实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 这个亚芳的金钻眼唇霜 其实用完它我也超惊艳的 因为啊它其实里面啊 它的质地看起来是颜色是比较白 那它的质地啊其实就是 擦起来啊是一种就是 它不油腻然后也很清爽 重点是它里面加了一个 金斬花萃取的成分 金斬花它其实就是可以舒缓 肌肤的一些干燥的现象 它是蛮好的修复成分 所以这支产品啊我觉得也是 眼部跟唇部修护 非常好的推荐产品 以上啊就是我推荐的 深度修护的唇霜 真的比护唇膏还重要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 拜拜